如何支持晚期癌症的病人 面对死亡的恐惧呢? 梁亦安博士主讲 专题光碟 直教生死梁相安 重新探讨生与死 了解病者的心理状况和需要 分享关顾技巧 也帮助病者和家人解开心结 欢迎义军现形式撒取 查询请电416-321-9288-1003-520053 或上网www.sobm.org 一般男性怎样可以更有把握感 处理繁复的人际关系呢? 由香港资深辅导员叶曼寿先生 以专业观点分析男性的内心世界 以及各个切身的关系问题 为现代男性提供正确的出路 《引语智星制作生活信仰》系列之 《男性漫漫谈》 然以制成CD光碟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踏遍黄沙万里 最沉丝绸之路一个个未解之谜 探索中国文化历史背后的情怀 《引语智星制作千古奇迷2》 试露片加长版VCD或录影带 传统5集 另加制作发水 收录电视以外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以捐献形式撒取 查询请电1-800-352-0053 或浏览《欣语之声》的网页 那三位毛山师傅教我做的事呢 是替别人驱邪啊 安神啊 买一部半自动的机器 去生产一些土地公牌匾 我已成为马来西亚 去做这一方面的第二大生产的工厂 那些所谓做事的人啊 都是来求我 看我的脸色 不过我太太也知道 我在外面有了外遇啊 那么 但他不敢作声 但是呢 我一有订单来到的时候啊 我觉得令我全家的人的关系啊 不能有一个和谐 他愿意为了耶稣基督 放弃他所有的事业 这个能赚钱的事业 他都愿意放弃 他说啊 我信耶稣 我说你疯了啊 你发了神经病啊 别人还有你替他们治病哦 所以呢 我很多谢耶稣告诉我啊 我们在世上所追求一切的东西啊 全都是暂时的 直到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这位真神之后 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爱 以保是马来西亚一个重要的城市 19世纪末 以保因为实况丰富 吸纳了大量的华人移居这里 今天 以保的人口大约有60万 包括马拉人 印度人和中国人 而中国人占了大多数 这里的中国人会称呼以保做小桂林 因为这里的山景足以跟中国的桂林媲美 除了山景随处可见之外 以保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多个以石灰岩洞改建而成的庙宇 虽然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 但是以保仍然充斥着中国的信仰传统 一方面证明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 同时也表现出这里的华人 大部分仍然信奉中国的民间宗教 华人民间宗教蓬勃成为了张德才成功创业的原因 我应该是在18岁开始进入一个叫做雕刻的行业里 那么之前我跟我的老板雕刻一些牌匾 看到我老板的小儿子 有时候就拿一些木板去雕刻一些天公四福的牌匾 造军牌 拿督牌等等 土地公还有天神等牌子 那么我就觉得在这方面可以挣钱 因为我知道打工的工资不出头 那么就在那时候自己学习去买一些木板回来 自己来造 自己雕刻 雕刻完成之后就拿去卖 开始做的时候用一张刀徒手的去雕刻 从早一直做到晚上 只能做20块土地公的牌 渐渐的就不能够跟别人竞争了 这脑筋一转就想到要找一些小型的机器去代替 后来也让我研究成功买一些小型的机器回来 经过在山的改良结果很成功 从一天只做20块牌匾变成一天能做100块牌匾 但心里仍然不满足 心里仍然不满足的时候就想去找一台较大型的机器 那希望一天能生产多一些 我那时候对机器一台一台的追求下去 直至我心中要达到的就是一台电脑来控制的机器 因为当时我是没有本钱的 在22年前就是拿着450块钱开始创业 450块钱去创业 当我做了18年的时候 我的财产已超过了100万了 但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已成为马来西亚去做这一方面第二大的工厂 那既只是偶像牌生产工厂的意思了 张德财既然从事这个行业 自然对中国民间宗教不会抗拒 甚至他的神台也与众不同 我觉得那偶像是我造出来的 我给你去拜 尤其是我造的那一支 我不能跟你的相同 我一定要比你的大 所以特别我自己拜的那一支 只是特别制造的尺寸也不一样 并且里面假如要添加工料 也会比一般的要更好一些 在16岁的那一年 张德财开始对民间信仰产生了好奇心 甚至寻求神秘的宗教经验 当我16岁那一年 我跟一些朋友就混在一块 他们在灵界里是有好奇心 从那一年开始我去念咒语打坐 并且去玩神打 也可以说是玩鸡筒 跳筒的意思 我们可以用一把烧得火红的香去抹自己的身体 抹手抹脚 而且那一把香烧得真是很红 但是自己也不感觉会痛 随后我们一群三四个朋友当中 因为工作的缘故大家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就停了下来 不敢再去玩这种跳筒的玩意 因为自己的心意也蛮清楚 这种玩意再玩下去会走火入魔 金马伦高原 位于宜宝市宜东60公里 高于海拔1500多公尺 是著名的旅游点和消暑圣地 高原上设有多间酒店和旅社 为旅游人士提供住宿的地方 这一间位于高原上的旅社 今天来了一群基督徒 这一群来自北美和乙保的基督徒 在这里举办音乐训练营 张国勉是训练营的工作人员之一 工作态度积极 投入 他这份对信仰的认真 是来自一次深刻的经验 2001年开始呢 我们华人新年期间是二月份 我那个时候心脏突然发病 真的好痛 那种痛是很吓人的 那么一下子就来 痛会走动的 从心就一直痛 就沿到了下巴那里 到了这里我就受不了了 没办法再忍下去了 好像被一只针叉着一样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心脏有问题 我就去看医生 那么医生就向我建议 留院观察 叫我做一个心脏扫描 我是心脏里面有三条血管塞住了 一条是百分之百塞住了 一条是百分之七十五 一条是百分之四十五 医生就向我建议了 你能不能够早一点来做手术呢 因为病情严重 医生立刻把张国勉转介至 宾城的中央医院 接受开胸手术 可惜手术排期需要两个月 就在死亡阴影笼罩之下 张国勉接触到几位 到医院探访的基督徒 来了四位姐妹 她们来了 就问我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告诉她们 她们就为我祈祷 那个时候我还拒绝了 我不相信这些事 我就把她们赶走 我说你们走吧 别再烦我 我很烦的 我现在已经离死的阶段不远了 在绝望的阶段 你们就不要再烦我了 让我静一下 我叫她们走啊 她们怎么都不走 最后她说了一句话 我为你祈祷吧 我会帮助你 我听到这一句话呢 那么我感到有一股 很强烈的力量啊 去推动我 感动我 去接受它们 好吧 你们为我祈祷吧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呢 有一股很强烈很强烈的光 光很强啊 就照着我 那股强光照着我的时候呢 那么我很轻松啊 非常的开心 将我以前的怕死啊 金黄等等啊 都忘了 只想到开心 奇妙的是 随着接二连三的发生 首先 医生把开刀的日期 从两个月缩短到两个星期 而到了开刀的那一天 医生当然先替我做一个心脏扫描啊 那么照清楚之后呢 就做开刀的手术 那位医生替我检查之后呢 竟然发现一条血管通了 而通的那条血管 就是最严重的一条血管 就是百分之百堵塞的那一条 通了 我就知道是耶稣救了我 医生跟我说呢 你最严重百分之百的这一条啊 不见了 你不用开刀手术了 你可以做一个俗称 通波仔的手术 到了今时今日 我还没开过刀 没有刀疤 什么都没有 我的先生啊 钱啊 他赚到了 但是就是不断地说 他还是不是很满足 还不断地说 他会很贪心 他这样的心态 来说呢 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家庭 我做妻子的啊 还有儿女啊 一定不会开心嘛 因为不断地就是有压力 他常常啊 一大早呢 就到外面去做工 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也没有什么沟通啊 之后呢 一般说啊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爸爸妈妈之间啊 一谈就是谈钱的问题 常常就是 为了钱来吵架 我以前呢 不大喜欢我的爸爸 因为啊 他喜欢呢 逼我去工作啊 拿我来出气啊 开骂呀 很喜欢 强逼我去做工 做到很晚 每天呢 每天呢 都要熬夜啊 他一般呢 是逼我替他搬运啊 是包装啊 等等 每天呢 要装好几车 再不然呢 他就自己坐得很晚 我们在车上睡觉 等他送我们回家 因为我自己的事业心很重 我很关注啊 自己啊 整个工厂的计划 我本身呢 要生产多少 尤其是呢 我也没有顾虑到啊 没有去关心我的家人 那时候我跟家人的感情 不是那么好 大家都有一点摩擦 而且我自己做事 也蛮心急的 我会做到一个地步啊 可以说全部差不多是 电脑化 机械化 没有请人去做 我就自己去做 找太太和女儿去帮忙 结果呢 有些时候啊 人是很奇怪的 当我们没有订单的时候呢 就很担心没订单 但是一有订单来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令我全家的关系啊 不能有一个和谐 为什么呢 啊 因为啊 有一些啊 订单呢 是逼着我们去赶货 去交货 但似乎啊 有时候有一点是赶不及的 有时候做到半夜三点呢 我自己留在工厂里赶工 金钱我是挣到了 物质我也找到了 名利我也找到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心里所需要的 一个幸福家庭 却找不到呢 张德财把全富精神 放在工作上 忽略了家庭 同样的 张国勉在未信耶稣之前 他的工作也令他和家人 产生了隔膜 三位毛山师傅 教我做的事呢 是替别人驱邪啊 安神等等啊 我做那个行业的时候呢 一直都是别人服侍我 有这样的心态 我不会去服侍别人 是因为那些 善男戏女啊 来找师傅啊 去做这个啊 做那个 吃的用的 都是由他们替我安排 所以他们来呢 全都是看我脸色 让我很骄傲啊 同时呢 我拥有一身 来自灵界的力量 我会更骄傲了啊 所以外出啊 我就很少回家 不过我的儿女 也很少跟我说话 爸爸做这一行 是很严肃的 不能说笑的 爸爸说一夜就不二 再没别的话可以说 我爸爸啊 他好少理会我们 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啊 好多的时候 都是妈妈教我们的 我爸爸比较是脾气 好暴躁 他跟妈妈的关系呢 都不是很好 有时候啊 他们会吵架啦 在吵架的时候啊 大家 生气的时候会 我记得有一次 他用椅子啊 去认妈妈 正如我所讲的 那些女人想来服侍我 所以呢那个时候 我对太太很冷淡啊 我对她呢 好像已经没有 夫妻的感觉 不过我太太也知道 我在外面呢 有了外遇啊 但是她不敢作声 我知道她很伤心 有一次呢为了 两夫妻吵架啊 那她去自杀 很幸运的呢 我家人都知道了啊 救了她 如果那件事情 真的发生了 那么我自己的日子啊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去过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有改变 改变我的人生 改变我自己的态度 对我的家人好一点啦 去爱惜我的儿女啊 我曾经尝试这样去做 但是呢 不久啊 几个月之后 我又回复到 我以前的状况 当我四十岁的那一年呢 我原本可以半退休的 我很写意的 我什么也都有了 我的机器也全供满了 但在开始半退休的时候呢 我的家庭就亮起了红灯 这红灯是啊 我太太跟我说啊 她的胸部发现一个硬块 张德财怀疑太太身患癌症 就立刻去求神问补 希望找到出路 结果竟然传来噩耗 他们说我太太啊 当时过不了三十五岁 我记得当时 我太太是三十四岁半呢 还有半年的日子 就是三十五岁了 这位庙坛里面的主持人呢 一口咬定 我太太过不了三十五岁 说我太太是死定的 当时我太太听了 也很伤心 我也很怕 张太太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 就毅然寻求基督教信仰 因为她从小已经接触过 人死后可以上天堂的道理 当张太太提一家人 上教会的时候 张德财竟然没有反对 她好爱护我的 为了我的病 她常常也躲起来哭 她哭的时候 当我跟她说要上教会 她都不忍心说 你去啦 我不去啦 我相信我如果没有这个病 她是绝对不会上教会的 当时我们上教会 也不敢从正门进去 我们从后门进去 因为在社会里面 我可以说在这个行业中 也算是有头有面的 不能让我的行家或者朋友 看到那不是造土地宫造神牌的人吗 为什么在教会出入呢 会令我自己很难堪的呀 两个月后 张太太受洗加入教会 而她的肿瘤 经医生诊断之后 证实是癌症 就立刻动手术切除 张德才因为陪太太上教会 也进一步地认识基督教信仰 但我在教会很短的时间里面 有一些弟兄姊妹 仍然能帮助我去翻开圣经 让我看到耶稣所讲的说话 耶稣说 我要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当时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心想 到底耶稣你是什么人呢 为何你能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平安呢 耶稣在一段经文里面说 若有人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还有什么益处呢 你还可以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 对这段经文呢 我就感到很不甘心 为何会赔上自己的生命呢 每一个人在世上当中啊 每一个人都很正常 去寻找自己的理想 寻找自己的物质享受 名利地位 这是肯定的 结果弟兄姊妹仍然会跟我分享 跟我解释 后来呢 我就比较明白多一点了 原来在这个信仰里面呢 所认识的平安呢 跟我以前在社会里面 所认识的平安是不同的 我以前在社会里面 所追求的平安呢 我想的是挣到了钱 有名利地位之后 就有了平安 结果不是的 在世上我寻找到一切的事物 是不能带走的 原来他说的那个生命 原来在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仍然还有一个生命 只要你认识耶稣基督 你就得到这个生命 在那时开始完全明白了 认识这位主耶稣呢 他能带给我永恒 这里是张国勉的家 设备简陋 自从他在病床上 遇见耶稣之后 一家人的生活变得简朴 他说 我信耶稣 我说 你是不是疯了 你是不是发了神经啊 别人还要你去治病哦 我们是替人拜神的 替人治病的 你竟然去信耶稣哦 今天张国勉是一位泥头车司机 收入虽然少了 但是对家人的爱 就付出更多 我爸爸信了耶稣之后啊 对我啊 妈妈还有家人 他们啊 都有改变 他对我妈妈的关心啊 就多了一些 可以说是 爱他比较 更多一点了 对我们做女儿的啊 比较是 更关心 晓得要怎么样去 去教我们了啊 张先生信了耶稣啊 烟也不息了 又很少骂我了 以前啊 常常是用眼睛瞪着你 一些小小的事情啊 就凶巴巴骂你 现在不会了 对我很好的 不会是常常的留掉啊 常常留在家里 到哪里去都带着你去啊 直到我认识了 主耶稣基督这位真神之后呢 我就知道 什么叫做爱 那我知道 这就是爱啊 是从 耶稣基督 这位真神而来的 我知道怎么样去爱我的家人 我知道怎么样跟我太太 我的一家一起上教堂 跟张国敏一样 张德才自从相信耶稣之后 跟家人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善 我爸爸信了主之后啊 他的脾气呢 不会那么坏了 容易沟通啊 和谐了一些 对我妈也不错呢 他可以放下他自己的工作 我初始也不大习惯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他说工作没关系啦 慢慢来啦 不用那么紧张啊 他因为放下他的事业 比较看重家庭啊 对我妈妈开始 有一些关怀 还有对我和弟弟呢 都开始会照顾我们了 为信主的时候啊 我一双手啊 会做一些啊 在 在社会里面的人呢 所需要的民间的 宗教信仰的产品呢 我觉得是 很没意义 但我信主以后呢 我就把我的整个行业转变了 去造啊 神里面所留下的平安的话语 一种装饰啊 或者精品啊 我觉得做这一方面的东西 很有意义 并且呢 我还可以带给自己啊 是很大的平安 他愿意为了耶稣基督 放弃他所有的事业 这个那么能够赚钱的事业 他都愿意放弃 就是为了要去传扬耶稣基督 因为他知道 传扬耶稣基督 是最欢喜快乐的事 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神呢 是一个可以满足人 心灵上面 真真正正需要的神 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呢 是一位能够改变人生命的 真真正正的神 他能够把一个行为 很败坏的人呢 他也能够把他变成 一个美好的人 在移报这一块民间宗教 气氛浓厚的土地之上 张国勉和张德财 竟然遇见上帝 生命得着彻底的改变 你想否认识这一位 改变生命的神呢 恩与之声 在世界多个城市 都设有免费电话热线 欢迎你现在就跟我们联络 你也可以在网上留言 www.sobm.org 愿神四福给你 时间过了很久 直至遇见住我才可得救 他可即刻已好我相后 又非已没有收 无人看着我可顾得到 其迹竟可能遇到 病已消失 万一谁人能做到 病已康复 只有上帝能遇好 女儿天生弱智 行为有大功极成 不单止伤害自己 更加将妈妈Marenda 打到受伤流血 但是基于血缘之外 越是痛越是爱 毫无抱怨 恩与之声制作之啟导版BCD 没有不同的爱 内容包括见证及短讲 欢迎以捐献形式杀取 查身请电恩与之声 亦都可以浏览恩与网页 www.sobm.org 医生断定 Sara只能活到三岁 她奇迹感度过了十二个年头 Doris回望以往女儿多次 徘徊死亡的边缘 体会到生命的无奈 但是前面的日子又怎么办呢 恩与之声制作之啟导版BCD 回头看 内容包括见证及短讲 欢迎以捐献形式杀取 查身请电恩与之声 亦都可以浏览恩与网页 www.sobm.org